也要不要先分享一下手度配音 眼睛為什麼這麼腫 沒有沒有沒有 要不要先分享一下手度配音的感想 自己非常緊張 原本其實可以跟大家一起共襄盛舉 就是看我自己終於完成的小丸子 那我原本就非常非常期待 但是來到現場之後 忽然想到自己其實在配音的當下 有講出很多很溫柔 或是自己聽起來會起雞皮疙瘩的那種語氣 現在開始有點坐立難安 會覺得 哇 要跟大家一起聽嗎 那我會不會自己做不住 就會很想要偷跑 比如說找個洞鑽進去之類的那種 對 因為比如那種 笑一個吧 小丸子 然後就會就 哇 天啊 對 因為其實在配音的時候 自己就不像一般講話的時候 那個老師會希望我盡量把聲音放柔一點 比較可以融入小丸子 這個戲裡面的角色裡面 對 所以 這個過程其實也蠻好玩的 那在配音的過程當中 就是老師除了叼你聲音不夠溫柔之外 那個嘴對不到 因為其實我們原本的電影是日文發音 所以他們的嘴型可能是在說日文的嘴型 可是我們要把它變成說中文的時候 就會發現其實很多嘴是會再差一點點的嘴型 或者是他明明還沒有 他已經講完了或者他嘴巴還在動 但是我的中文話已經講完了 所以就一直要填那個詞 所以中間因為要對到這個嘴巴 所以花了蠻多時間的 但因為你個性本來就是一個蠻暖的人 就是蠻暖的一個人 那要溫柔應該是蠻容易的感覺 怎麼會被老師掉這一個鼻翔 可是因為講話還是習慣自己正常這樣講話 但是一直要這樣子溫柔的講話的時候 自己聽了就會覺得 天啊 好想躲起來啊 比如說你對另外一半可能也會溫柔講話啊 比如把小孩子當另外一半這樣 不太會了 沒有人會這樣子跟另外一半講話吧 現在的男孩子應該 比較還是會正常講話 像這樣子也不會跟另外一半說 笑一個吧另外一半 對不太會不太會 所以我等一下應該會鑽起來 就是大家如果看我忽然 欸那邊怎麼 欸有一個洞躲在那邊可能是我的 不要踢到我 那你對另外一半說過醉肉麻花有嗎 笑一個吧 笑一個吧 不是啊真的笑一個吧 應該沒有啦 對 欸就欸笑一下吧 跟我在一起很痛苦嗎 你看 應該就是 疑問一句啦 就幹嘛不笑 幹嘛不笑 應該就我 我愛你這樣 對 我愛你應該已經夠 夠 蠻 對 謝謝大家 我愛你 但剛剛有寫那個新直拍劇啊 對 你有發現你有寫錯字嗎 有嗎 你沒發現嗎 有嗎 真的是 你的好幾首也 而且是你自己的名詞耶 對 不是不是等一下 這一定要說 這平常沒有在寫 然後 超丟臉的 自己的字寫錯 因為後來要拆開 你就不能那麼順筆的寫下去 所以 剛剛其實好字的時候 我會想說 欸好字 那個後面 接下來 這個字是 了還是 直呢 應該還有一痕吧 所以我就停下來在那邊想 欸還有 對 我以為我都寫對了 想不到我連自己的字的名字都寫錯了 那你發現 你現在想起來是哪邊不對嗎 有 再掃了一個這個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照片 請寄來 10 我自己photoshop把它 寄上去 完了 那那 好吧已經發生了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所以剛剛從韓國回來 那你要不要講一下 你剛剛自己覺得 你身體的狀況 我 就 最近太過勞累嗎 沒有啦 就可能 因為太期待 然後自己也給自己 比較大的壓力 所以其實剛剛今天 早上進 公司訂裝的時候 他們也嚇一跳 你怎麼看起來那麼累啊 就說 對 看起來很像一個骨頭 但 我覺得這幾天好好休息一下 應該會好很多 要不要講一下 就是韓國Faming 帶給你的一些感動 真的 這樣想哭嗎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當下看到蛋糕的時候 就是很感動 然後告訴自己 不會哭不會哭 怎麼可能哭呢 不可能哭啦 對然後 想不到大家唱生日快樂歌的時候 就 哇 一發不可收拾 對 那有發生不趣事嗎 嗯 發生什麼趣事 有趣的事嗎 有趣的事 有趣的事我只有 我覺得有一些蠻可惜的事 因為一直說要去吃炸雞 結果真的沒有時間吃了 就是要炸雞 重點是在炸雞 對 炸雞 然後真的很開心 就很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不管是在哪一個國家 真的可以再跟大家盡到命 對 然後當下感動 真的是很謝謝大家 嗯 這是我一個 我希望也是大家很好的一個回憶 對